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切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的安全 在华府外籍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 现场有记者问到台湾的媒体状况 多年来受到中共以商业利益施压 美方掌握的严重性违和 布林肯指出台湾处在中共混合战的前线 布林肯表示 美国政府非常密切关注台湾的新闻自由 并且持续努力与台湾当局和民间组织合作 无国界记者组织3号发布的 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台湾排名从去年第43升到了 第38名领先韩国和日本 中国排名第175 香港则从第80名暴跌到第148名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张瑞珍综合报道